監視器清除拍下機車 從外側切到格子裡來停等紅燈 後方阿婆騎著電動自行車靠近 竟然直接撞了過來 人車倒地 阿婆幾乎乘大自行躺在馬路上 動也不動 可把機車女騎士嚇壞了 後方騎士看見也趕緊停下車來 抱著孩子幫忙阻擋過往車輛 隔壁店家也拿來三角錐警示 就怕阿婆受到二次傷害 當時有人質疑阿婆是故意插撞的 他在網路上PO文 提醒大家留意 果然就有民眾回應 表示曾在潮州看到阿婆碰� 姿勢還一模一樣 有網友說這簡直是拿命在賺錢 不過一名網友跳出來幫阿婆澄清 表示阿婆獨居 是為了買晚餐才出門 還說他之前為了買飯也曾摔倒過 強調老人家騎車是手腦不協調 並被詐騙 他並沒有在本峽有發生 其他的類似的交通事故的情形 車禍是發生在5號傍晚5點多 地點就在屏東市民生路 騎著電動自行車的阿婆80幾歲了 疑似來不及閃躲從外側車道 切過來的機車 插撞後自己摔倒 他的左手手肘插傷 頭部後方腫了起來 警方堅持將他送醫治療 阿婆疑似年紀大反應較為遲鈍 一度被認為是碰瓷 警方強調阿婆並沒有任何類似車禍的紀錄 應該是誤會了 警方也提醒民眾發生車禍 最好報警處理以避免不必要的糾紛 TVBS新聞林一邦屏東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